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出席電台節目 指政府架構改組優先審議被否決 想要在七一前通過是幾乎不可能 他說改組欲速不達 後任特首辦近期硬推改組的手法太霸道 他又說後任特首梁振英的潛建事件問題嚴重 新聞黨會密切留意 被問及日後在新政府的角色 葉劉淑儀指如果成為行會成員 會繼續持獨立客觀意見 不會盲重附和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許配之報道